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我打牛肉饭 留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又是一碗只要有手就能做到饭 牛肉加入这些调料腌制会变得更加的嫩滑 最关键的就是酱料的比例 只要做对了比例怎么做都会好吃 你要学的比例是1比2 全程开销火 点着砂锅的冰原淋上一圈油 最后打上一个无菌蛋淋上酱汁 蛋黄流星 牛肉嫩滑的窝大牛肉饱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